中基督教医院的团队多年来持续在非洲国家马拉威协助治疗艾滋病患 而现在他们的服务范围也扩大到了儿童福利 今天就发起了零钱捐献的活动 希望能够结合台湾各界的力量一起来改变马拉威 马拉威这个全世界第八贫穷的国家 土地面积台湾三倍大 整口只有台湾的三分之二 当地长期受虐极艾滋营养不良的威胁 人民平均寿命只有四十一岁 八分之一的孩子活不过五岁 所以孩子也是在五岁之后采取名字 五岁以后能够活下来了 表示他们能够活下来 所以他们有时候才给他名字 我最记得我们有一位同事 你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 叫Trouble Trouble是什么 麻烦吗 我说为什么改麻烦呢 我希望魔鬼不要找麻烦 所以他才能够活下来 马拉威当地人的艾滋感染率 一度高达14% 2002年屏东基督教医院 接受外交部委托 承办台湾派驻马拉威的医疗团 2008年两国断交 但屏东基督教医院并没有离开 持续从事医疗协助 在艾滋病患病情获得控制之后 紧接着面临了生活问题 为了把服务扩及到儿童社区 屏东基督教医院在今年三月 成立了毕加式基金会 要为马拉威募款 结合便利商店通路 发起零钱捐 因为在马拉威 你我手中的零钱 一块两块都能改善 当地一家子的经济 让孩子去读书 给马拉威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记者选资陈昌伟台北报道